你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对待战俘的吗? 美国战俘被日军干净防空洞 随后推下一桶桶汽油 汽油桶拂住防空洞 打开盖子将汽油泼洒在美军服务身上 紧接着点燃火把丢进去 防空洞瞬间变成了人间烈狱 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近身脚 今天被大家带来的 是一部根据真人真实改编的二战电影《大突袭》 它被誉为是美国时 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军事营救生动 120名美军袭击了1万日军 从战俘营中救赎了511名美军战俘 结果美军到最后只阵亡两人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 美国太平洋舰队惨遭重创 十个小时之后 太平洋彼岸的菲律宾也遭到了日军的偷袭 此时的菲律宾正被美国控制 在没有海军支持的情况下 菲律宾岛上的主军抵抗了四个月 最终淡计粮绝 七万名飞军和一万美军 无奈向日军投降成为战俘 然而迎接他们的 不是日内瓦工约中对战俘的规定 是为所谓的五十道精神毒害的日军 他们认为投降者不值得尊重 而且安置八万战俘是个不小的麻烦 为了减少麻烦 日军展开一场著名的八单死亡行军 在烈日暴晒下前进60英里 期间不能休息 不能仅时喝水 硬上奔袭下来 一万五千人死在路上 即便侥幸活下来的人 也不过是进入集中营 面对更残酷的迫害而已 在集中营里 美军战俘受紧折磨虐待 不仅不给饭吃 还让他们去做极其繁重的体力活 最后战俘饿得只剩皮包骨头 仅仅两个月时间 又有两万六千战俘 被以这样的方式杀死 并且日军还会诱导他们犯错 故意制造机会 放战俘逃跑 然后将其抓过来 折磨虐杀 顺便再杀几百战俘当处罚 就这样 这些美军战俘 在集中营里待了足足三年之久 直到1944年 盟军诺曼底登陆 周星国大势一去 日本奔徒受到威胁 日本政府开始让学生和儿童 参加军事训练 准备将他们送入战场 并且为了报复 高层修改了对待战俘的策略 从暗地里不断折磨 摧残其意志 到明面上的赶军杀绝 不留活口 今生的美军战俘 再次遭到了血腥同杀 直到1945年 二十五万盟军登陆菲律宾 麦克阿瑟亲自下令 要解救所有战俘 这场美国历史上 最成功的军事营救行动 喀巴纳图突袭 开始了 此时的喀巴纳图战俘营 仅剩500多名战俘存活 为旅兵律送到的卡拉西U-T六军 接受了任务 前线距离战俘营 足足48公里 按照此时的行军速度前进 周末才能到达战俘营 而那个时候 日军可能已经将500名战俘 屠杀殆尽 为了解救同胞 墨西忠孝申请在军队中 挑选精锐使兵 组成突击队提前出发 先一步将战俘解救出来 此时 战俘营中所有战俘 都在努力干活 因为他们一旦听熟 就会被日军找到理由干掉 就在这时 一名逃跑的战俘 被抓了回来 日军将他当众 吊在木桩上 用木棍抽打折磨 吉普森将一切看在眼里 但他却没法行动 他是所有美军战俘的领袖 要等待时机 为大驱考虑 几天后 机会终于出现了 驻守的日军 开始大批上撤跪 但战俘们却不敢逃 他们生怕 这又是陷阱 万一走出去 日军就有理由 将他们所有人 屠杀一空 日军突然闯进医院 素医生护士 被押送到广场 接着 日军军官 拖出来一个蒙面女人 让他指着哪些人 帮助过抗日队伍 选中的人 被拖到墙角 当场处决 这一天 日本军官心情好 从战俘营中 随机挑选 实名战俘 让他们跪成一排 然后当着所有战俘的面 开始屠杀 这是二战期间 发生在战俘营中的 真实一幕 本篇根据 真人军事改编而成 被称为美国史上 最伟大的一次 营救行动 原本基布森 看到日军开始撤退 因为盟军已经达到了 菲律宾 胜利在望 他带着 机长陆陆的战俘 来到食堂 找到食物 像饿狗一样 大口制着剩饭 基布森发现 原本给战俘的食物 全部都被藏了起来 日军就是要 活活饿死他们 然而 他们刚走出食堂 幻房的日本宪兵队 就来了 这是一支 专门执行屠杀计划的 秘密部队 所有人都以杀人为乐 宪兵队与张卡当夫 定下规矩 发现一个人逃跑 就选十个人陪葬 不仅是战俘营里的战俘 还有曾帮助过 美军的医生和护士 也被全部处死 就连菲律宾当地的平民 也难逃毒手 他们的房子被拆毁 人刚是被集中在一起 活活烧死 到了才发现情报有误 距离战俘营2公里以外 足足有一个团的日军 即便有当地的 菲律宾游击队帮助 双方的实力还是不对 突击队员都认为 这是像无法完成的任务 唯独木希不相信 在与游击队队长交谈过后 木希得知 日军军营与战俘营 之间有一座桥 一旦炸毁这座桥 就能够阻止坦克进攻 悄悄的河水哼前 无法阻止步兵通过 但好消息是 游击队装备较差 日军与其作战 一向正面平推 很少包围 所以只要提出 单方面的压力 就能牵挤住 整个日军兵团 他命令菲律宾游击队 炸小轻制日军主力 而突击队则分为四个小组 分别袭击营区药道 瞭望塔 地宝以及日军营房 战俘营附近有一块空地 进攻前 可以呼叫总部 派飞机骚扰 一切如同计划的那样 突击队潜伏在战俘营前 总部的战斗机 不断从战俘营上空掠过 战俘们大声欢呼了起来 但战斗机不可能对战俘营轰炸 日军很清楚这点 镇压了战俘后就没有理会 夜色降临 确认各救各位之后 随着母系上校搭强的第一枪 真正的突袭 开始了 1945年 菲律宾岛撒满了樱花肥 年年岛上 长满了樱花味的椰子 菲律宾游击队 看到战俘营的火光 立刻发起了进攻 一发炮弹 炸毁了日军军营 打死大背 马克遣旗关枪 普渡日军使兵 看守战俘营的宪兵队长 卡当夫被打得爆头鼠窜 母系上校一声令下 发起了冲锋 在战友的掩护下 疾病美军 砸开了战俘营大门 进去之后 加剑火箭筒 对日军营地 就是一炮 樱花肥料 又被剥散了一地 还有人想开车掏走 专手又是一炮 但日军也体验了一下 被活活烧死的感觉 后仿佛在掩护的第二小组 也开始推进 密集的火力 顺利压制了日军 根本组织不起 有效的防御 就连卡当夫的副手 也被干掉了 一队人马终于冲进了 战俘营中 美军战俘还以为 这是日军的大屠杀计划 没想到 真还会有人来救他们 另一边 营区要道 驶来了一辆坦克 星航木西上校 则就派人在这里守着 一名士兵冒着枪林弹雨 冲到了地宝前 手楼弹断了地宝 正准备撤退 却被子弹打中 他反手获是一枚手楼弹 然后里面的日军 彻底变成有机匪 营救行动中 最艰难的是 非礼宾当地的游击队 但最后面临的是 更加疯狂的冲锋 暗地里还有一队日军 悄悄下了河 不过 这也在游击队的预料之中 日军还在河里 就看到天空一亮 然后被游击队轻角以空 511名美军战俘 被全数九出 喀巴纳图战俘营 天空中又一枚信号弹亮起 营救行动圆满成功 但美军俘虏的领袖 基布森 你等到这一天 他一直身患瘧疾 又不愿意当日军的走狗 虽一直得不到药物治疗 他的护士女友最终 只见到了他的尸体 电影到这里结束 这次行动中 只有两名美军阵亡 菲律宾游击队 一直损失了21人 然而 除了被救消的 卡巴纳图战俘营 511名战俘 还有未被救出的 9000多人 被关在巴拉望岛集中营 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 日军先是让战俘 挖掘防空洞 然后用机关枪 将他们押送进去 用汽油火火烧死 30个幸村车 冲出窝海 但最终 在强连弹雨下 活下来的只有11人 这种暴行 在二战期间 日军放过不止义气 所以 二战时 各国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 和日本人一样 苏联让10万日本战俘 去西伯利亚挖土豆 战后 日本各种交涉协商 苏联才放走了关东军 顺便送了他们两大船 日军骨灰 最狠的当属澳大利亚 1942年 达尔文港被空袭 二战期间 上百次袭击 所以他们是尽量 全域军不要投降 躲在防空洞里 就把防空洞炸塌 躲在地堡里 就往里面泼起油 至于美国 直接丢了一个胖子 还有一个小男孩 战后也没咋遵循 善待战俘 只能说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 饶过谁 最有应得 自作自受 电影名叫大突袭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 这里是电影机身角 关注我看更多经典电影